哈喽大家好,买的咋样了? 前阵子就有同学问我推荐买什么文具 鉴于我近期也不打算再新购置什么 刚好可以总结一下2021年度爱用品给大家参考 不过和一般的年度爱用有些不同 我今天要介绍的是我的首帐淘难包 这个超棒的视频主题不是我原创 我是看到美妆播主大佩分享过她的2020淘难包 觉得很有趣,才想要分享我的版本 搭配因为租房不顺利,有段时间每天都要换地方住 有点像是在淘难流浪一样 于是大部分东西都收在纸箱里 平时只带着一小包很精简很万用的化妆品护肤品 也就是它的美妆淘难包 我虽然并没有在淘难,但在非洲工作嘛 出国回国时需要考虑行李限额 东西也得带得尽量精简 所以想分享我的2021年度首帐淘难包给大家 用这稍稍几样文具 就足够做出好看多遍的子弹笔记 一包在手,手帐无忧 如果你嵌入坑不知道买啥 或是不想买一堆用不到的文具 这个视频应该挺适合你 不过如果你是老观众 今天这些东西你大概都要看腻了 因为全都是我真的一直一直在用的 换句话说,没有广告,放心使用 咱们按做手帐的顺序来说好了 首先,拿出本子 我2021年用的手帐本是Middley家的点阵本 应该是叫自由瑞基半年册 A5大小 我1月到8月用了将近一本 之后剩余页数不多 9月就开始用新的一本了 这个本子可能看起来平平无奇 连风皮都没有,塑的不行 可咋说呢,它没毛病 可以180度平摊 纸张别看很薄 我平时用的这些中性笔 勾线笔 睡彩笔 钢笔 它全都能厚住 背面能看到影子 但不会阴透 当然,酒精马克笔啥的 要搭配专业纸 一般的手帐本都是厚不住的 点阵间距很标准 排布也是横平竖纸 点阵本身是很浅很小的蓝绿色 完全不会抢了你文字图画的风头 有的本子专门为子弹笔记设计 会有目录,夜码 这本是没有的 不过以我的使用习惯 并不需要夜码 所以没关系 总之就是,没毛病 它的定位是内心本 要搭配书衣的 不然很容易脏 考虑到实用性 我选择了防水防污的PVC书衣 也是来自同品牌Middley 肯定完美适配自家本子啦 这个书衣质量相当好 我总共用它配过三个内心本 20年的一个草稿本 以及21年的两本手帐本 一直在用 经常摸来摸去 也没有明显的变化 只是可能因为我暴力穿脱 接纷处有点开口 但也没有扩张的趋势 完全不影响使用 两年,三个本子 同一个书衣 其实我本来没想这么解约的 可能是它质量太好 又很低调 让我完全忘记了要买新书衣 仅有的一个 当然是要让给正在使用的本子了 一到八月的这本 我只好自己拿纸 塑料皮啥的先包了起来 也还行 反正用完的本子不会天天翻嘛 更不急着买书衣了 我买这个本子的价格是 70多人民币一本 书衣30多 这在手上坑里好像不算贵的 但如果我还是学生党 可能还是会有点舍不得买 所以有预算考虑的大家 可以选择我去年使用的 Paper Ideas的这一本 它也很优秀 尤其是性价比相当高 不过封瓶的材质比较容易脏 所以推荐购买深色的 本子拿出来了 接下来画草稿 铅笔、橡皮 再来把尺子更好 这几样我都没有具体的品牌推荐 大家随意选择 相比细细的自动铅笔 我现在还挺喜欢木头铅笔 而且不长销 就用它断断的笔头 操稿我想要画的浅一些 这样回头擦的时候 不会留下凹进去的笔痕 而且浅的铅笔印 橡皮一蹭就掉了 不用担心用力过猛 把纸弄皱 相信很多人都经历过擦皱纸的瞬间 你们懂那种窒息的感觉 画的这么浅 要是笔记又很细的话 就比较费眼 所以我喜欢顿笔头 画的粗一点 能看得清楚些 我看也有的自动铅笔是粗笔心 像是木头铅笔心那么粗 有没有用过的同学 好用吗 欢迎推荐给我 画好草稿 可以勾线了 如果淘难包里只能带一只黑笔 那我应该会选这只 蜻蜓笔支柱 好多博主都安利过它 真的不错 这是一只软头笔 用不同力道 写出来的笔画粗细不同 它好像有两个版本 我这只是偏硬的 有的软头笔 笔头更长更软 写大字或是画画涂色挺合适 但不适合日常书写 也有的不适合新手使用 手稍微一抖 线条就跑偏了 而蜻蜓笔支柱 笔头偏小偏硬 所以它很好控制 如果你蜻蜓的快速写字 效果甚至可以像是一般的签字笔 稍微用点力度 线条就会稍有粗细变化 能给你的写字画画加分 有一种仿佛练过的错觉 再用力一点 粗细变化更大 又能用来写brush deadring 所以画画勾线也可 日常书写也可 写fancy的标题也可 而且它还挺防水 真是逃难必备了 我目前是用一屯一 如果在同类型的笔里 没发现更好的 应该还会持续回购 画画手抖或是写字写错 这样的小错误 用高光笔当成修正页来图改 是极好的 三菱的高光笔 本来肯定要进入我的唐单包 但我这只不知为啥不出水了 从后面吹了也不行 以后我应该还会再新买 希望到时能用得久一些 这次嘛 抱歉 落选 那我就带磨砂橡皮好了 这块是蜻蜓的 不过我没用过别的品牌 不清楚它跟别的笔算不算好用 磨砂橡皮就像是橡皮形态的砂纸 擦的时候用点力气 把纸张磨去一层 笔记也就一起被蹭掉了 改小撮效果还是很好的 最后可以上色了 毫无悬念 霹雳马24色油性彩纤 如果只能带一套上色工具 那我肯定选它 我觉得用彩纤做手杖 最大的好处可能就是不挑纸 它不可能阴透本子纸 也不会把纸弄湿弄皱 但有些人可能并不那么喜欢彩纤 因为颜色太淡 吐起来又费劲 朋友 我理解你 我去年手杖里常用的那套不知名彩纤 也是很大 如果喜欢淡雅的效果 那很合适 不过要是想显色 就得反复涂使劲怼 而且有的彩纤就算使劲怼了 也没多少颜色 我想着自己掉手杖坑也有段时间 可以升级装备了 今年就入手了霹雳马的这套彩纤 哇哦 一试就爱上 立马尚未取代了之前那套不知名的 它非常的软糯 好上色 甚至浓郁到有一点点像蜡笔 涂色省力太多了 颜色也好看 彩纤大神可以用它画出非常细腻的作品 但我没那技术 而且我还挺喜欢有点粗糙的质感 所以都是用它来画我手杖里的这些简笔画 有的同学已经在我案例下买了这套 也说超好用 要说缺点 就是画完之后 颜色可能会染到相邻的页面 毕竟它软糯显色嘛 比如画好了这页 翻过来 在后面写字 再翻回来 就印到空白处了 这个印子比较浅 用普通的橡皮就差不多能擦掉 但总要去擦它也挺烦的 所以我会在画完比较大面积的图之后 加一张白纸 再翻也写字 本子接着往下用 多翻几日之后 前面的画就不太会受到后面写字影响了 可能还是会稍微染到旁边一点点 但我觉得无伤大雅 也就可以拿走这张白纸了 还有其他关于使用彩线的小心得 我五月份蜂蜜海盐那期Plan With Me也有分享 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什么 贵 贵不是它的缺点 而是我的缺点 开个玩笑 我是大概140块人民币入手的 其实我觉得还是值得的 不算很贵 尤其如果你像我 只是在手帐里简单画画 不用它来创作大幅作品 那它是可以用挺久的 我已经用这套画了六个主题的手帐 蜂蜜海盐 魔女摘鸡变 夏天的雨 树子 山楂 莫咪后院 外加一期六种家务页面 用的最多的这只 也只用去大概六分之一 好几只都还没用到 哦对 采线能明明白白看到还剩多少 这点也很好 要是手帐画到一半 发现彩笔没墨了 也是挺闹心的 目前看来 24色采线对我来说足够了 我觉得这性价比完全OK 买它 带这套采线 当然要来个卷笔刀 我这个是惠博家的 用着蛮好 另外 刚才的那块磨砂橡皮 也是好搭档 因为这套采线的笔记很浓 普通橡皮是擦不掉的 顶多能擦掉染化空白处的那些印子 所以蛮推荐搭配一块磨砂橡皮 用来改错 如果你觉得霹雳码超了预算 或是压根不喜欢采线 那会儿乐水彩笔也是很不错的选择 我这套是20色的 感觉手帐入门 画间比画傻的挺够用 嗓子有点哑了 那以上就是我2021年度手帐逃弹包的入围名单了 恭喜各位入围选手 当然还有很多其他文具也都很好用 但在我目前的子弹笔记使用习惯里 它们不算是精简万用 更多的是锦上添花 所以才没有入围 你呢 你会在手帐逃弹包里装些什么呢 我很想知道 请告诉我吧 喜欢米妄娜莎 感谢观看 欢迎联交流 咱们下次再见 拜拜